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相信大家都很聪明 肯定都看懂了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等式 还是先找等号 等号的左边呢 是一个西瓜 等号的右边是三把香蕉 好 那么这个等式是什么意思呢? 对 一个西瓜和三把香蕉的重量是一样的 好了 看明白这个等式之后 那么问题就来了 半个西瓜的重量相当于几个苹果的重量呢? 好 大家可以先按下暂停键 仔细思考一下 思考完之后呢 再按播放键 听一听大白老师是怎么讲解的 欢迎回来 大家是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呢? 下面就来进入讲一讲环节 看看你的答案对不对吧? 这道题 大白老师将分三步给大家讲解 所以先来看第一步 从等式一中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先来看等式一 我们可以知道一把香蕉和两个苹果是一样重的 那我们继续思考 两把香蕉和几个苹果的重量是一样的呢? 也就是等号左边再加上一把香蕉 那等号右边加几个苹果呢? 对了 再加两个 因为一把香蕉和两个苹果是一样重的 所以左边加一把香蕉 那么右边就要再加两个苹果 这样才能保证等式成立 好 我们数一数等号右边有多少个苹果吧? 一 二 三 四 所以两把香蕉和四个苹果是一样重的 那我们再继续思考 三把香蕉的重量是多少呢? 嗯 也就是在上个式子的左边再加上一把香蕉 好 紧接着等号右边就要再加上两个苹果 这样等式就成立了 对不对呢? 好 那我们数一数三把香蕉和多少个苹果一样重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对 是和六个苹果一样重 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从等式二和第一步中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在等式二中我们知道一个西瓜和三把香蕉是一样重的 而第一步我们又知道了三把香蕉和六个苹果是一样重的 所以等式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三把香蕉等于六个苹果 同时还等于一个西瓜 对吧? 嗯 这时我们可以把中间的香蕉去掉 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等式呢? 一个西瓜等于六个苹果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西瓜和六个苹果是一样重的 好 我们看看最后一步 第三步 从刚才第二步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个西瓜和六个苹果是一样重的 那么半个西瓜的重量就是六个苹果的一半 也就是少三个苹果 所以半个西瓜和三个苹果是一样重的 那最终的答案呢 就是三个苹果 同学们 你们都答对了吗? 最后大白老师来做一个知识总结 在本集的课程中我们学习到了水果的种类 我们认识了香蕉、苹果和西瓜 这三种水果 并且我们还学习了十以内的加法和减法 比如一个香蕉等于两个苹果 那三个香蕉呢 就是六个苹果 也就是二加二再加二等于六 半个西瓜等于三个苹果 也就是六减三等于三 原来这一道小小的题目 竟然包含了这么多知识 同学们是不是很有收获呢? 哇哦! 本集课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同学们喜欢大白老师的视频 就来关注我吧 关注之后可以收到视频的更新的推送 如果希望获取本集视频的讲义和Scratch案例 可以私信大白老师所要 另外有同学想学习本集课程中Scratch案例是如何制作的 别忘了收看本集课程的编程课视频哟 好了,我们下集再见吧! 在下集课程中 大白老师将为大家讲解一道空间逻辑思维体 题目是这样的 母亲节就要到了 小白和爸爸给妈妈准备了一些礼物 为了不让妈妈发现 爸爸把这些大小相同的礼物盒放在一个角落里 礼物盒就是这个样子 那请问 小白和爸爸为妈妈一共准备了多少件礼物呢? 我由于金金玉 这个大小的小吗? 就像我一样 这样子一样 又是什么带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